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女子的故事不是一般的精彩 1981年的纯阳节 香港一户草根之家的后代胡定心出生了 寒门子弟若想出人头地 除了才华跟美貌 似乎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 胡定心挺幸运的 生下来就省了一笔医美的费用 香港这座世界之窗的繁华背后 巨大的竞争压力无处不在 胡定心不甘心做一个在老板面前点头哈腰的打工仔 从意识到自己的美貌资源 可以作为争名夺利的武器之时 她就下定决心要在娱乐圈中扬名立万了 平民女子想要拿到进军娱乐圈的门票 参加选美是最佳选择 1999年 刚满18岁的胡定心迫不及待地 参加了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 虽然没能拿到前三甲 但是几近四强也算战绩不凡了 不过可惜的是 这个奖项在业内的认可度并不高 早些年的时候 梅艳芳、张国荣、陈奕迅、杨千华等人 都是通过这项比赛涉足娱乐圈的 不过等到胡定心参赛的时候 这项比赛仅限定在香港地区举办了 所以即使拿到奖 也没能引起太多关注 对于胡定心来说 只有拿到更大的荣耀才能得偿所愿 进入娱乐圈搞事业 一锤不中 他又敲响了第二锤 2001年 TVB举办了封面女郎大赛 选拔艺人的目的相当明显 胡定心参赛之后 荣获了美宝莲迷人大奖 被TVB邀请到训练班做艺人 这一次他终于拿到了 进军娱乐圈的入场圈 然而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太骨感 没有背景的胡定心 只能作为别人的背景板 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 他只能在各个剧组跑龙套 扮演一些毫不起眼的角色 TVB的薪水原本就不高 小演员赚的收入 与普通打工仔也没有太大差别 眼看前途渺茫 胡定心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为了能够成为TVB力捧的签约艺人 胡定心挽起了江湖套路 就是到处拜码头 年龄大的任干爹 年龄相仿的任干哥 至于拜访时间 他选择了静悄悄的午夜时分 据知情人透露 2004年的时候 胡定心将自己打扮的花枝招展 他最先敲响的是监制潘加德的房门 德哥不知道你这里 有没有端茶送水的角色呢 我演可以吗 略施小记搞定德哥之后 他又如法炮制 敲响了潘加树的房门 潘哥哥 我都半年没有戏可以拍了 想向您请教一下 是我哪里不够好呢 楚楚可怜的落男女子模样 激发起男人强大的保护欲 通过接二连三的拜码头 胡定心终于大获全胜 当潘加德兼制的酒店风云上映时 胡定心在这部戏里扮演的角色 并非端茶送水的服务员 而是戏份很重的角色 尝到甜头的胡定心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拜潘加德为干爹 抱上了大腿 每逢干爹生成 胡定心都会很乖巧的送上礼物 凭借这一层关系 胡定心再也不愁混不到好角色了 潘加德对这个干女儿 自然是照顾有加的 由他兼制的十兄弟巴不得爸爸当中 都能见到胡定心的身影 而且戏份都是很重的那种 踩着干爹的肩膀 扶摇纸上的胡定心并未止步于此 他继续趁热打铁 胡视眈眈的瞄准了下一个目标 原来早在2003年的时候 胡定心和马德中 曾经在冲上云霄同一剧组拍戏 当时还在跑龙套的胡定心 已经看中马德中了 围在老马身边 经常向哥哥请教如何拍戏 傻子都明白罪翁之意不再久了 据媒体爆料 这部戏还没拍完 两人就同进同出一监狱所了 而彼时远在法国进修的马太太 已经是原水救不了近火的状态 对于媒体的爆料 胡定心的回应相当的理直气壮 我只是认了马德中为干哥哥而已 除了这些招数之外 胡定心还在各个剧组跑马圈地 他在剧组内部设置了 专门为各个监制休息的按摩室 其舒适程度 丝毫不逊色于星级酒店的标准 这种明目张胆的作风让夜内人士目瞪口呆 胡定心的魅力甚至吸引了黄日华的注意 据传这位射雕大侠已有意说他为干女儿 还曾经为其打抱不平 不惜得罪同行 有句话是这么评价妇女关系的 今生的情人是上一世的妇女 单立文或许也听过这种说法 于是以老豆的称呼自居 送花给胡定心 并且亦有所指地表示 你跟我的前世情人很像 企图说他做异女的目的招然若揭 胡定心很快领悟 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秀出 单立文写给他的情书 据媒体爆料 胡定心在事业巅峰期的九年之内 还曾跟马国明 吴卓西等七位明星传出桃色绯闻 值得玩味的是 胡定心败了一圈的亲戚 无一例外全是男性 凭借这些满城风雨的桃色战绩 胡定心在香港娱乐圈内 获得了交金称号 虽然不是名门闺秀出身 家里也没有金矿坐靠山 但是胡定心凭借一己之力 利用舍得的原理 还是实现了名利双收的目的 2004年 胡定心在内娱圈也占有了一席之地 他在《大唐双龙传》中扮演的婉婉 至今依然是不少粉丝 心目中的经典形象 2009年 胡定心被靠干爹潘家德 在参演巴不得爸爸期间 在老爷子眼皮底下 跟同组男演员吴卓熙 眉来眼去 被媒体拍个正照 对于胡定心来说 老少通吃似乎是他的拿手好戏 拍戏调情两不误 活得那叫一个春风得意 2012年 全网的横空出世 让胡定心的事业更上一层楼 凭借在这部戏中 扮演的丁恩慈一角 胡定心捧到了 万千辛辉女配大奖 娱乐圈原本就是花五百日红的地方 当潘家德的资源枯竭 见有疲软之态时 胡定心急忙掉转船头 败在实力雄厚的文伟红门下 继续上演该女儿学艺戏码 2016年 作为文伟红的门下弟子 凭借出演师父监制的承寨英雄 胡定心再获殊荣 捧到了万千辛辉 社后大奖 荣耀加深的胡定心 如同穿上了皇帝的新衣一般 膨胀到不知所措 在众目睽睽的社交平台之上 与有夫之夫文伟红 进行着暧昧不清的文字交流 完全无视了文太太的感受 在男星圈中 混得风生水起的胡定心 似乎成为港渔圈里的女性公敌 为啥这么说呢 还真的是有据可考的 当初奢士曼 夺得事后大奖之时 圈内女星纷纷为阿奢姐祝贺 团花促紧地在一起横影留念 唯独把胡定心冷落一旁 这个名场面被在场的余计 恰好拍个正照 照片中胡定心一脸酸味的表情 至今被不少人津津乐道 不仅如此 胡定心和杨怡 也是王不见王的势如水火 两人即使同台 双方也只能看见对方的眼白 胡定心更是公开表示 自己总是遭到杨怡的打压跟欺负 不过虽然表面上像大众般可怜 但是胡定心背后插刀的手段 却是众人可见的 对于那些诋毁其他女星的言论 胡定心总是随手点赞 事后解释为不好意思手滑了 某一次某网友对某内地演员进行了差评 胡定心也点赞了那条评论 未曾料到这件事 却让他失去了内地市场 不少网友认为他有支持港独的倾向 或许这一次如他所说 他真的是手滑了 但是对于狼来了的故事 再也没有人愿意相信了 因为所有人都认为 这就是一个手滑的惯犯 气球膨胀的越厉害 爆炸的可能性就越大 胡定心在二次荣获 事后的领奖台上 答谢了一大圈人士 点了一大圈人名 唯独忽略了编剧 引起对方强烈的不满 后来那个编剧 甚至联合圈内所有编剧 对胡定心进行了抱团抵制 于此之后 胡定心的霉运也接踵而来 当TVB想趁着城寨英雄的余温未消 推出续集曼谷唐人街时 将陈展鹏和胡定心捆绑成了CP组合 不过事事难料 陈展鹏却突然结婚成家了 这件事TVB还没说啥呢 胡定心先不乐意了 他觉得自己面上无光了 但是对于陈展鹏来说 或许是不想跟这位圈内 视作交金的女子传绯闻吧 由于胡定心拒绝跟陈展鹏合作 影响了TVB的拍摄进度 高层领导也没想到 力捧多年的胡定心 一个没啥演技 只有一大堆绯闻的交金 在以卵击时 于是痛下狠手将他打入冷宫 随着时间的流逝 年轻貌美的后浪汹涌 让胡定心再次沦为跑龙套的小配角 如今41岁的他依旧孤身一人 不过他本人似乎享受到了独处的乐趣 不再执着于娱乐圈里的争名夺利 平时没事的时候 经常跑去健身 学化泡咖啡等等 或许是因为钱赚够了 找回最想做的自己了吧 作为草根一族 胡定心获得成功的方式 或许并不高雅 但是这只死地而后生的手段 也不过是为了更好地活着吧 好 以上 感谢观看